好了 这一波的冷空气蛮冷的 这边也已经达到零度左右了 原来的计划12月1号之前 上个月提前几天 我本来就是要去拉一台双轴的拖挂房车 我已经说过了 准备去南方了 如果顺利的话 这个时候已经到云南了 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 厂家这边也是疫情管控 暂时去不了 之前家自旅房车这边有团购的 还有几个车友 有的车已经提车了 团购的车辆包括线车 他们提车了 那么一些车友问我一些问题 也是一个比亚迪唐的车友 球头下压力的问题 我再跟他确认一下跟大家 那么我们这个车子车身 适合的球头下压力 80到150公斤 100公斤为最佳的一个状态 球头下压力太小的话 小于50公斤就会甩尾 后面太轻的话就会甩尾 就是所谓的死亡摇摆 如果你球头下压力达到100公斤以下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车身结构 比亚迪唐是公路坦克 所以车身的结构虽然是承载式车身 但也没问题 它100公斤的下压力 在颠簸的时候会产生150公斤 甚至于达到更高的一个重量 相当于200多斤的一个重量 在下压的 那么这个分量是没事的 准千亿的情况跟大家也说一下 比亚迪送比亚迪唐 出口的车辆都已经在做准千亿的一个准备了 因为车也脱挂房子 他们也够了 厂家主车厂 在造这些东西 在做这些测试 那么测试完了就有比亚迪唐都有的 比亚迪唐应该在1.5吨 比亚迪唐应该在1.8吨的样子 准千亿的一个情况 那么什么情况会车辆 脱挂房子会发生摇摆 第一个我说了 球头下压力过轻 也就是后面重前面轻了 少于50公斤的球头下压力肯定会摇摆 一定要大于50 在100公斤左右 这是第一点 就对于我们这种欧挂的脱挂房子来说 双轴的可能会好一点 它因为它整个重心在前面一点 两个轴的 它摇摆的概率更低一点 第二个问题 你如果开的车辆速度超过100公里时速的时候 就会容易产生摇摆 所以速度在80到100之间 高速的行驶 不要超过100 第三点 横峰击打方向的时候就会产生 所以有横峰的情况下 峰比较大 过桥面有横峰的速度控制在80 甚至于更低 变道不要击打方向尽可能 而且如果变道 你这样一点速度 速度降下来之后就比较稳当一点 那么油耗也是的 你如果时速跑80的 像这台车 他们是唐迪M 那个车友到海南去了 他给我发了一个截屏 百公里13.2 13升左右的油耗是很正常的 平时要10升 加了拖挂房车 增加30%到40%的油耗是很正常的 当然有充电条件的充上电那就更好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比较低堂 前面两个门比较宽 所以关门的话比较好关 后面这个门就相对吃力点 这个还可以 右边那个要调一下 或者装一个锡盘上去 这个门就稍微会差一点 就这种情况 没关炎的情况 当然重一点没事的 重一点有的人说会心疼的 人家关的重 那这样的话就会关门上 那关门上的话 稍微准备点就 这个门也没问题 但是人家说关的重 你心疼吧 当然门有时候关不上 跟你这个地面的倾斜也有关系 这边低 低的话这个门关 顺的关 它门如果坡度往这边 就是顺势而关 它比较神秘一点 我们天的用 天冷了用吹风机吹一吹 我们把它拖鞋把拿出来 6000瓦可以 理用上可以带5台空调同时 把它擦擦干净吹一吹 这个擦上去 外方件 这个就是6000瓦的 有三个 这个最大的16A的 带空调就是16A的 这个是普通的 每个都有一个单独的控制开关 把低空机擦上去 就把它加热一下 擦擦干净 它这个地方有个凹坑的地方 跟这个地方是匹配的 它也是一个减震的作用 本身就有一个减震的作用 所以你关重一点 其实关不坏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贴一个减震的 这里面有 这个地方有 我们这个地方再擦干净 再装一个 其实门是开关 是关不坏的 但是会感觉 你关的时候 它有一个减震的作用 会感觉舒服 其实不影响这个使用的 把这个拿出来 把它吹一吹贴上去 长什么样子 就这样一个 加个锡盘 还有一个比亚迪的字贴上去 看到吗 这不是吹牛的 这太小了 搜狗 现在试一下几块钱的东西 引擎盖后备箱都可以 有懵生的感觉了 重一点就无所谓了 真的好 懵生的感觉 它声音不一样了 人家就是厚重感 其实就一个减震 会给你一个厚重感的感觉了 是不是 门关了就不像 它吸进去的感觉 因为它有这个吸引 要填有 还有几个 包括后备箱也是的 后备箱已经咔嚓一声 有这个吸盘之后 它会暖的 吹 吸进去了 是这个感觉 好继续 后备箱打开的是两个方案 我们踢脚看看踢的情况 好像没有以前灵活的 装了这个拖车杠之后 我没带钥匙 等一下 我带个钥匙 我们把钥匙放在口袋里之后 看能不能一脚踢 还能不能 这个带了 装了拖车杠了 因为好像不太灵 但是要等一下 有的 踢在这个 我顺便说一下 它这个高度是可以调节的 因为我的个子1米75的 我觉得这个高度正好 因为你低的话会碰头的 高的女童这矮的话够不到 怎么办呢 里面可以设置的 设置到100% 80% 一般的话 80%在这个位置就差不多了 对于我来说是这样正好的 60%也可以 这个高度 它是可以设置调70%到80% 这个应该是90% 我正式设置 我就给它稍微调低一点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贴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这两个 这也是简直 但是我们听一下声音 关下来的话 会有哐哐的声音 听到对比一下 没有对比 刚刚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好 我们打开 打开我们的贴 你怎么这么聪明 怎么就想到了 在这个地方再擦擦干净 吹风机吹一吹 比较低的logo 贴上去 它有个弹性的 就这个感觉 那你下压之后 有一个高级感觉出来了 等于是家装一个 对 试一下 听一下声音 明显感觉 反正侧门好一点 好 我干完 收工 把这个线蒸出 盘起来就行了 好 还放在这底下 充电器 放电枪 好 这个可以一键锁掉了 现在还启动了 我们测试一下门 比较顺了 平顺了 前面两个其实本来就没啥问题 但声音会小一点 喷的一键声音会小一点 特别是这个门 这个门调不调都没啥问题 本来想调一下 现在不用调了 可以了 就收一通 可以了 都不 都不